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离商破晓今天咱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关于PK赛系的五虎枪啊为什么逐渐的没落了啊今天咱们就来讨论这么一个问题五虎枪呢在以前啊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啊强势而且知名的队伍因为啊这个张飞赵云加关于这个队伍对吧三个人组在一起我们喜欢叫他大五虎啊当然了如果加一些什么马超啊黄中啊就小五虎或者演员 演员五虎对不对但是正常来说的话最好的五虎那就是以赵云关于张飞搭配的但是你会发现赵云关于张飞啊不如关于关于平张飞不如关于关于关于平魏言不如关于魏言张飞就会发现很难受你知道吧赵云在后赛季变得逐渐没落了而整体的五虎枪啊张飞在桃圆盾中或者妇女枪中发光发热关于也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辅助性角色只有赵云他变成了一个 五风阵的主将啊就非常痛苦啊当然了赵云也不是那么的一无是处他毕竟有的非常好的四倍面板以及他的这个兵种适应性 所以说在前面的赛季赵云的五虎枪强度还是非常高的五虎枪这个队伍的大家懂的都懂对吧他是一个呃偏向于独脸爆发的队伍只要我赵云关于张飞动一动就能把队面弄死但是我一般来说的话我关二爷就在那里睡觉啊赵云的话根本就不动赵云带了破锁之后的太太眼了对吧那么到了PK赛季之后呢很多人也在想着给这个队伍上了一击击击击击击啊 Vivo啊但是啊效果还是不惊人意就是不如关一品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些角色他在后面的赛季新的赛季有点逐渐脱节而且很多队伍都是很克制这些队伍的现在的主流是什么前期的一个大减伤赵云关于张飞是属于什么就是前期的一个大爆发然后你会发现啊他们的爆发很多时候都打在了对面的一个减伤身上尤其是张飞张飞是一二四回合打伤害如果对面带个军名就会让张飞飞 非常的难受打不出来伤害然后关羽的话呢啊一般来说在五虎枪中属于一个这个辅助类型的角色就不说了赵云虽然说破阵索先还是很猛的但是依旧弥补不了这个队伍还是很严的一个事实因为破锁他确实概率低一些对吧然后即使给他带了盛气和横扫之后他的强度也没有多强再说了这个队伍基本上就分不到盛气和横扫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他这个队伍只能带一些偏偏偏向聊的队伍所以说啊就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战马 很正常当然了五虎枪也在PK赛季也不是那么的义无事出当然他可以打一打这种假许的骑兵啊什么的也是能打的只是我是非常不推荐各位在PK赛季玩五虎枪尤其是白板白板的数过两个队伍一个叫五虎一个叫桃园玩起来就是在送战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本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队伍但是在后面的赛季越打越难受越打越难受我上个赛季就用这个白板的这个五虎枪跟这个 蒙里那边的人打最后发现一件事情我根本就没怎么赢过很难受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这个以后的选择队伍的方式还是要选择一些更加偏向于这个全能型防御高型稳定型的队伍而不再会选择这种独脸型队伍哎呀什么时候我五虎上将也能进化一步不过现在应该是轮不到这个五虎上将的如果说五虎上将都能改版的话那五子良将那就要骂娘了所以说我们还是近代 三战官方的改版吧我觉得五子良将他的改版已经要提上日常了五虎上将还会远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